大家好,我是顾言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养的蓝小花 现在蓝小花到了生长开花的季节了 这个蓝小花开花是特别漂亮的 蓝莹莹的 在炎烂的夏季可以给你带着一丝清凉的气息 这个蓝小花生长速度是特别快的 尤其是在夏季是在它的生长旺期 它在不断的生长,不断的开花 因为它这个枝干是比较柔嫩的 如果是长得高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架子给它搭起来 因为我是想让它长成一个这种花柱的效果 等这个花开半了 给它修剪一下 底部的这些侧芽都会在生长开花 因为它都是在顶端开花的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侧芽它现在都有花苞了 等这个侧芽生长起来了 它这个花不断的往外生长 然后从下到上这个侧芽 开满这种蓝色的雪花 长成一个这种花柱的形状 当然有的朋友喜欢这个蓝雪花 这种爆盆的效果 可以从小的时候呢 看到合适的高度呢 给它把这个顶芽给它掐掉 它这侧芽都会充分的生长起来 等侧芽长到一定的长度呢 也可以再给它修剪 这样呢 可以达到这种爆盆的效果 也有的朋友喜欢 棒棒糖式的这种蓝雪花 可以给它牵它一段枝条 然后长到一定的高度 给它打顶 这儿现在已经有花苞了 可以把它的花苞剪掉 把底部的侧芽呢 都给它抹掉 然后让上面的侧芽这样生长起来 长到一定的高度 再给它修剪 让它这个上部长成郁郁葱葱的一层 下面呢 是直溜溜的这么一根 长成这种树状的 棒棒糖式的这个蓝雪花 当然呢 这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给它修剪塑形的 这种蓝雪花是喜欢夏天 这种温度比较高 光照充足的环境 所以夏天放在阳台边 时间给它晒就可以 开出这种蓝莹莹的小花 因为这个蓝雪花 它在夏天是不断的生长 蜘蛛不断开花的 修剪掉这个顶端的 这个残花之后啊 它底部的侧芽 也在不断的生长 所以这个肥料 也不用给它缺 我是经常在花盆表面 给它撒着这种 奥律二号的缓湿肥 这个是以零甲肥为主的 多元素的肥料 让它在开花的同时呢 其他的养分也不缺失 或者是每个月 可以给它浇上一到两次的这种 淡蜜甲元素齐全的 这种水龙肥也可以 目的啊 就是让它的蜘蛛啊 生长的时候养分也不缺 然后它是不断生长开花的 每个月可以给它补充 一到两次的这种 离酸二细甲 让它呢 有充足的这种肥料 把这个花开起来 好了 今天啊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了 蓝雪花的生长 以及修剪塑型的情况 如果觉得收到有用呢 点个赞 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